天上乌云滚滚 一个闪着光的大锅盖悬浮着 突然锅盖喷出尾气 一个外星男人走了出来 他脖子上带了一个红宝石 男人抹了抹宝石上的灰尘 锅盖居然飘走了 外星人对地球充满了好奇 他发现前方有一位潇洒的大爷 外星人不要命地冲了过去 四目相对 大爷害羞不已 可是不到三秒 大爷就薅走了红宝石 只留下外星人愣在原地 看来外星人出到地球 还是得交点学费 最后大爷用一台老式复读机 成功换取了宝石 这部电影由印度国宝级演员 阿尔米汉主演 剧中场景引人啼笑皆非 外星人名叫PK PK的学习能力很强 知道地球上的人都要穿衣服 优势宝石的他来到了一辆车前 他在跳舞的车内取走了衣服 但是奇怪的搭配让人们笑到不行 他观察人们的服饰 知道了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 穿的衣服是不同的 学会了用钱买东西 这里有很多跳舞的车 PK从这里获得了很多衣服和钱 强迫症的他给摊贩整理了一下裤子 于是便受到了追赶 哐当一声 在路口被一辆车撞了 一个胡子大叔把PK送到了医院 他看到PK不说话 以为他被撞失忆了 于是把PK带回了村子 大叔不知道PK获取信息的方式是通过握手 PK到处去找人握手 胡子大叔理解错了意思 把PK带到了一个到处是绿灯的地方 他遇到了一个善良的女人 通过六个小时的握手 PK学会了说话 PK告诉胡子大叔自己的宝石 在铁路旁被人抢了 胡子大叔说可能被卖到了德里 于是PK开始了他的德里之旅 在这里PK从人们口中得知 所有的需求都可以向神求助 于是他也学了起来 PK想要向神要回自己的宝石 因为没有宝石他就回不了母心 他来到了寺庙求助 他把钱放进了功德乡 可是这里除了布施 什么也没有 一直追问的PK被赶了出来 灰头土脸的PK来到派出所 他告诉佛波勒有神收钱不办事 佛波勒从PK口袋里搜出了一张卡片 然后告诉PK应该去教堂求助 于是PK又带着寺庙的东西来到了教堂 他又被赶了出来 他看到人们手中的酒杯 PK灵机一动 他再次从跳舞的车内获得了资金 在商店买了两瓶红酒 在人们的指引下 他又来到了神的住所 不过这次来的地方是清真寺 又是一顿追赶 PK逃上了公交车 他看到一个女人面露悲伤 于是想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他握住了女人的手 却被后座的大叔严厉制止 大叔说他调戏寡妇 PK奇怪了 PK现在知道了 穿着白纱的是寡妇 于是他又 这种逃打的行为 让PK差点又尽力一次胖揍 这位头戴绿钢盔 背着一个老式录音机的男人 他是一个外星人 名叫PK 因为丢失了回母亲的通讯器宝石 他到处散发着寻物启事 这天在地铁上碰到了女主小美 小美在一家电视台工作 敏锐的新闻嗅觉 小美感觉这个男人不简单 于是他开始了解起PK来 小美跟着PK来到了集市 只见PK居然把拖鞋锁在了铁门上 然后熟练地取了功德箱里的钱 被发现了PK还将神的画像贴在了脸上 就让他免受了一顿皮肉之苦 小美将钱包悄悄地放进了功德箱 谎称PK是为了帮自己拿回钱包 从而救下了PK 小美对眼前的男人充满了好奇 PK告诉他自己轮流住着这里的每一个看守所 并给他演示了自己的方法 行为怪异的PK让小美更加好奇了 他来到看守所 贿赂了长官 顺利地和PK聊了起来 PK和小美说起自己是外星人 和他来到地球的所有经历 历经摩纳后 PK知道了 人们口中说的不止一位神 所以他决定求助所有的神 总有一个是对的吧 这天在卫生间遇到一位扮演神的演员 PK以为他就是神 于是把门锁了 演员吓了一跳 PK一路狂追 来到了胖子大师这里 PK看到了自己的红宝石 急切地想要拿回宝石的他 直接被赶了出去 小美听到这些天方夜谈 只当他是精神有问题 但是当小美离开的时候 PK居然说出了小美没有和他说过的事 这让小美十分吃惊 小美把PK带出了看守所 路上遇到了一位乞讨的大爷 PK把身上的钱给了大爷 小美告诉PK 刚才的是位骗子 可PK说自己知道大爷是骗钱 但大爷只不过是因为自己老婆生日 多点了一份冰淇淋 而不够付款才出此下策 小美更是感到不可思议 可当小美亲眼验证了事实后 他相信了这个男人说的都是真的 他决心要帮PK找回宝石 帮助PK回家 小美之前在比利时认识了一个男孩 因为信仰的不同 遭到了父亲的严厉反对 小美父亲是胖大师的忠实信徒 他来找到胖大师 胖大师预言小伙会抛弃小美 不甘心的小美当即要和小伙结婚 可是在教堂的他却收到了一封分手信 这场恋爱不欢而散 随后小美认识了外星人PK 因为知道了PK的宝石在胖大师那里 小美和电视台领导推荐了PK 他认为PK有着和常人不同的观察角度 领导见到PK后果然发现PK的不同 同意让PK参与一档节目的录制 小美带着PK来到胖大师的奖金现场 PK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胖大师言论中的矛盾 没想到这直接让胖大师下不了台 电视台播出后事件发酵 第二次来找胖大师 PK更是带着几个有着不同信仰的人乔装打扮 在众人面前成功指出胖大师的不靠谱 胖大师恼羞成怒 将PK驱赶了出去 舆论再次掀起 很多人都表达了被所谓信仰的欺骗 一发不可收拾 胖大师声明一落千丈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胖大师打算带着宝石 和PK在电视台来一次现场对决 小美的父亲是胖大师的忠实信徒 之前小美和前男友也是因为胖大师所谓的预言而分开 PK因为早已通过和小美握手知道了真相 他指出那封分手信其实并不是给小美的 小美只不过是因为帮别人抱了猫 而被送信的小孩认错了人 而节目也立马连线了小美前男友 果然胖大师的谎言不攻自破 作为赌注的红宝石回到了PK手里 小美送PK来到离开的地方 PK带了两大箱东西回去 一大箱电池和几盘磁带 PK因行李没有拿下来去追赶汽车 小美播放着PK的磁带 原来磁带里录的都是自己的声音 小美这才知道PK喜欢上了自己 可是来自不同星球的他们注定没有缘分 两人都没有挑明 PK带着他的行李离开了 小美将他和PK的故事写成了小说 影片的最后 PK时隔一年带着同伴再次来到了地球 这次他应该不会那么悲催了吧 这部电影因为涉及宗教信仰问题 在印度刚上映就差点叫停 不过最后却票房大爆 影片中说着说着就跳起舞来 是印度电影的经典特色 大家可以去看看国语版 由王宝强配音 也是笑料满满 我是说影先生 下次分享 再见 再见